為什麼我們只要講蜂蜜檸檬呢 因為呢 我們看一下圖卡的部分 這個檸檬呢 就像我們剛剛講的貿易戰呢 對於全球投資來講 就像檸檬一樣 非常的苦 非常的適合 可是呢 好像檸檬出現 蜂蜜出現 這甜點出現了 配起來就好喝 因為呢 剛剛提到大家股市間是漲的 美股盤後也是漲的 那現在呢 中美貿易戰似乎出現了一些轉圜 從十一月一號席川熱線開始之後 大家看一下 包括蓬佩奧還有這個馬蒂斯 都去中國大陸做交流跟訪問 其實更重要的是這個人 是美國前國務卿 紀辛吉 紀辛吉今年已經九十五歲了 還在為外交做打聽 我們知道 紀辛吉之前 中國大陸跟美國能夠建交 最大工程就是他 因為他跟周恩來總理見了一面 所以之後 中國大陸跟美國就建交之後 這次呢 他又去北京跟習近平主席碰面 所以呢 他這次去啊 一定跟這個貿易戰有很大的關係 不只有這個應該說 絕對有他實質上的一個意義在 因為是一個指標性的人物 那之後他後來也跟著像包括國務院副總理劉鶴見面 那今天也傳出 應該說上個禮拜五就傳出了 川普可能要把他的商務部長羅斯換掉 所以呢 這部分感覺上喔 中美貿易戰開始有一點和解了 所以現在股市呢 開始這個比較熱烈的來一個反應 那之後呢 包括像這個新加坡的東協峰會 副總統 美國彭斯呢 還包括跟這個大陸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要碰面 以及我們一直在講的 十一月底呢 G20 川普跟習近平會在阿根廷碰面 以及今天的消息 包括人航放行 美國運通 清算機構的這個申請 都是對於貿易戰的和緩 有很大的一個想像力 為什麼現在貿易戰和緩 大家開始想說 會不會是看到了什麼 真的看到什麼 因為包括中國大陸智庫也提到 第四季他們經濟可能會往下掉 沒錯 另外呢 油價這一波已經跌了二十趴 二十趴就算熊市 所以剛剛提到油價下跌是不是代表 貿易開始受到影響 所以大家擔心 貿易戰繼續打下去的話呢 經濟啊 油價都會往下跌 甚至呢 中國大陸 還要降息一個百分點給誰 給小微企業 以及之前IF就下修了全球的經濟成長率 明年呢 全球平均從百分之三點九 降到百分之三點七 兩年來首見 所以我們可以說 過去的貿易戰呢 像你某一樣酸 可是現在呢 發現了這個蜂蜜 開始大家有點和解 你怎麼觀察 其實這個很重要 這個很關鍵 就大陸智庫市井啊 中國大陸的三架馬車啊 就是三個馬車推動經濟啊 出現了問題 就是說經濟要下行 請問大陸的智庫什麼時候出現過這種負面的對經濟的言論 過去都是什麼利多比較多 過去大概就算是負面呢 也不會這麼明白啊 而且清楚的告訴大家 經濟是不行了 那為什麼這一次啊 由智庫啊 甚至從國務院發出來的消息啊 都告訴大家說 大陸的經濟真的是在走下坡 而且狀況呢 未來是有危機的 這個要注意各種風險 所以我覺得 最近一連串的做法 其實也很明顯 所以他們智庫提到經濟下行 要讓這個鷹派可以稍微不要這麼鷹 對 他就告訴鷹派你們要正視經濟的事實了 這個環境面上不容許啊 我們繼續打貿易戰下去 所以我覺得這樣子的做法 其實告訴我們一個非常有可能的 就是這個很關鍵的11月底啊 在阿根廷的G20 川普跟習近平的會面 是不是真的有可能就貿易戰這件事情啊 達成一定的啊 這個初步的共識 也就是說呢 至少什麼 你說結束貿易戰 結束了這個中美貿易的摩擦 有沒有馬上結束可能 我個人認為不可能 不會 但問題是什麼 不要讓它再升級了啦 不要再惡化 對 不要再惡化 就包括後面什麼2600億 繼續客觀稅 然後呢 包括明年1月 這個原來的這個10%的2500億的項目呢 升級到25% 不要發聲了 對 而且這個螺絲也算是鷹派的嘛 對不對 美國現在也在壓制鷹派的聲音 比如說你會發現 不管是納瓦羅 不管是螺絲 最近其實對中國大陸的批判 這個貿易戰的聲浪都減低很多 也就是說呢 也都放出 雙方有可能這個見面和解的這種跡象 包括其實這一次的基辛集 到中國大陸去非常關鍵 95歲了 那跑這趟幹什麼 而且呢 基辛集 向來被中國大陸稱為是什麼 中國人民的老朋友 對 中國人民的老朋友 就剛剛大家可以所講的 中國大陸跟美國的建交 其實就是基辛集把這個大門打開了 因為當時 尼克森在當總統的時候 基辛集是國務卿 然後他就密訪中國大陸 然後見了毛澤東跟建倫 周恩來 然後呢達成隔年 這個尼克森到中國大陸訪問 因此而敲開了這個大門 所以說這次基辛集呢 去中國大陸見了習近平 見了這個劉鶴 我覺得呢是在傳話 也就是說他一定是去 做某種很重要的先前溝通 那什麼溝通呢 當然就是川普跟習近平兩個人會面 所必要的先前溝通 還有就是最近的跡象 川普不是打電話給習近平了嗎 兩個人也在電話上進行直接的溝通 還有就是啊 美國不是已經開始制裁伊朗了嗎 但是中國大陸在被豁免國家之列 對有八個國家 那為什麼會被豁免 那當然其實這個有某種情況 告訴我們這個貿易戰 其實有和緩的跡象 中美的緊繃關係有和緩的跡象 所以我們說這個貿易戰 辛辛苦苦這個大半年 一夜回到解放前 好像貿易戰突然有點煙消雲散的味道 是因為關鍵很重要 我們來看下一夜 為什麼要和緩貿易戰呢 因為你看到中國大陸的GDP 加美國的GDP 這兩個大國的GDP加起來啊 達到全世界40% 全世界現在目前是80兆的GDP 也就是說這兩個經濟體加起來就30幾兆 那如果這兩個大象真的撞在一起 而且撞得頭破血流的話 你覺得全世界經濟不會跟著沉淪嗎 一定會 所以剛剛大家可以講的 現在目前看起來明年全世界經濟一片烏雲 是有跡可循的 但問題可不可以波雲見日 就看11月30啊 是不是真的能初步達成某種和解 那我們來看到這個目前全世界的 這個經濟增長的一個圖 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紫色線代表歐元區 灰色代表美國 然後呢 這個淺綠色代表新市場 然後藍色代表日本 你可以看到現在目前唯一在零以上 在代表它這個surprise 這個成長還有surprise是只有美國 就代表美國的GDP還不錯了 但是其他的GDP你看全部都不行了 歐元不行 新市場不行 日本也不行了 整個全世界經濟都出現了很大的陰霾 那問題就是說 美國能獨散其身嗎 如果全世界60%的經濟掛掉 現在美國的經濟還是表現最好 這兩個我們講40% 但問題是反過來看 全世界其他地方還有60% 那如果說這個60%的經濟掛掉了 那美國這40% 這個加中國能撐住嗎 當然撐不住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高盛所做的這張圖 它告訴你什麼 它告訴你美國後面到2019年到2020年 美國的實質GDP是要下來的 對 而且它的這個一路往上漲 帶來它的基期也越來越高 也越來高 所以明年要再成長不容易 沒有錯 而且下面這個是美國聯準會的生息圖 也就美國聯準會 這個利率越深 對經濟的影響層面越大 那現在目前川普也控制不了聯準會 聯準會照升不入 所以說美國他也擔心說他經濟會下來 那另外我們來看到 這個6個月的到12個月就是整個GDP的 momentum 就是我們這個圖是看經濟的動能 你可以看到 其實美國現在GDP還OK 但是它後面的整個momentum 未來6個月或未來12個月 對 是往下掉的 它的momentum也要往下掉 所以最近包括高盛 包括美國華爾街一些大的金融機構 都在下修明年美國的GDP 以及下修美國明年企業的盈利 所以說這樣打下去 美國也要跟著垮的 所以美國現在也很清楚 如果跟著垮的話 那請問明年是什麼 2019年是美國的總統大選年 川普如果要真的代表共和黨 出現競爭2020年總統 經濟能垮嗎 不能 股市能垮嗎 如果這兩個垮的話 川普還有什麼條件來代表共和黨 所以現在非得跟中國大陸 稍微和緩 也就是再打下去 川普可能他自己的位置也有問題 那另外一個關鍵 就是大家可以說講的 之前不是有講到所謂 滾動熊式的概念嗎 是 就輪流跌 真的出現了 一隻大熊出現了 連跌5週的油價 油價本來漲到80塊 美油漲到70塊 怎麼奇怪的 一下大跌跌到了 剩下60了 原來油價跌了5週 創下34年來 歷史上過去30年 最長的下跌週期 油價已經跌了20% 已經進入熊市了 那美國是不是產油大國 各位看到這個數字 美國到2019年要產 每天1900萬桶原油 那如果油價崩盤了 天啊 那美國的經濟抗能源的部分 不是都垮掉了嗎 台灣的出口有很大問題 因為台灣整個 飯食化產品的整個出口 佔我們的出口整個 大概差不多三成到四成 所以只要油價大跌 台灣出口一定垮掉 所以說油價跌到這個位置 不能再跌了 也就是說已經差不多 如果整個經濟再往下掉 那油價再跌怎麼辦 而且油價下跌 除了有政治的干擾之外 其實更大一個原因反映在 可能大家擔心 貿易也受到影響 就是貿易萎縮 所以油價會跌 全部都 相關連因素 好 所以說回到股市的部分 這個禮拜 股市的關鍵在哪裡 在跪買 我跟各位報告 陳也貴買 敗也貴買 對 孟大哥提醒過很多次 因為之前我們講說 加權股價指數失真 貴買指數才是真實的 好 先前是不是貴買 帶著加權股價指數下來 可是各位知道嗎 這一波的反彈 其實是貴買帶著加權指數上 貴買相對較強 你可以看到其實貴買 它彈上來是 明顯的有放量出來 另外 關鍵就是說在這個地方 會不會轉折 出現第二隻腳 這個高點是不是 就是真的這波高點 就攻到1014點 還記得加權股價指數 對 好 那連續回檔三天 包括今天 這個開高走低的一個行情 那這樣子的走勢 已經造成了加權股價指數 你看看 KD值已經在80交叉向下 已經交叉往下 可是大家可以你看 貴買的KD還沒有封口 是 也就是說 台股要續命 關鍵在貴買 明後天貴買 如果能適時轉強 讓KD不要封口的話 那加權股價指數 集中交易廠不見得 一定會往下彎 我相信這個護盤 其實應該都有聽到 穆浩哥講的 他沒封口 今天還沒封口 這很關鍵 那另外呢 一個影響台股關鍵因素 在國際股市 那國際股市 美國四大指數 最弱勢的 就是費人半導體 跟納薩克 對 科技股 那這一波反彈上去 兩個指數的KD 已經交叉向下 所以這個禮拜 這個下來的一個壓力 就是說在這邊 美股如果要打第二隻腳 它這個打下來的 這個壓力 幅度空間 那就會影響到台股 所以說 美股也是台股 很重要的關鍵指標 如果美股非常弱 我看這個壓力 台股壓力就很大 到底誰信心最夠呢 請教一下阿哥 這個剛提到 春江水暖壓先知 這個壓是誰 當然就是所謂的大股東 或是董傑司 或公司派 我們看一下 今天報紙有整理 10月份以來 大股東或是相關人 逆勢加碼的股票 其實很多 那11月份股價來表現 幾乎漲得比較多 等於說大股東有買股 股價也有動 甚至現在實施庫廠股的 也變多了 實施庫廠股的 從9月份以來 大概有110家 對 所以你先幫我們看一下 行情怎麼看 再來解讀 這個大股東 為什麼在逆勢這邊先加碼 對我們現在看到 庫廠股 大家一直買 表示公司在買自己的股票 大股東也拼命買 重點是什麼 所有投資人 都不買 甚至法人 你都不相信 就是我公司跟你講 我營收創新高 你不相信 問我大股東買給你看 你還是不相信 我們整間公司都跑來買 還是不相信 為什麼 我們說現在的這個市場上怎麼樣 已經沒有夢想了 有對台股 對台股已經沒有任何的希望了 台股目前來 它已經出現實夢獸 什麼是實夢獸 我們沒有玩遊戲 但是實夢獸就是說 它會把你的那個夢想 不斷不斷的 這是寶可夢裡面的嗎 對 它就不斷把你的夢想 蠶食侵吞 你根本不相信會漲了 對 現在大家都認為不會漲 真的不會漲 所以我們說 通常這種的這個感覺 投資人現在這種感覺 感覺這種很悲觀的話 某種程度 可能是一個多空轉折的一個情況 對啊 其實一個股票市場 我最怕沒有想像力 你知道嗎 最想講沒有夢想的話 其實大家信心就會不夠 是 那當然沒有夢想的時候 代表什麼 現在不是做夢行情 現在是什麼 現在是業績行情 所以有業績的公司 同時跟投資朋友講 沒有人跟你搶 營收創新高 它也不會漲錢給你買 它下跌給你買 去哪裡找這麼好的時刻 所以我們說 股票有四個 股市有四大階段 四個階段 就公司在剛起漲的時候怎麼樣 就是公司營收創新高 它還可以漲 公司獲利創新高 它還可以漲 這個就是多頭 多頭就開始了對不對 漲到後面 公司不用講營收 公司只要講說 我看不到這個隧道的盡頭 就可以漲了 用講的就好了 對不對 這個行情可以熱到2020 就會漲了 就是這種 相信公司給你的夢想 用想的就會漲 它不用給你業績 我們這個月營收率退20% 但是我相信2020年 講那麼遠 我們營收會大爆發 公司股價就漲停了 通常這種沒有業績的 就會漲 表示什麼 多頭已經進入尾聲 但這個收集會很會漲 直到開始股價下跌 公司營收都很差 大家就怎麼樣 開始懷疑公司的夢想了 對不對 怎麼說你都接不到訂單 怎麼營收會衰退 大家就開始懷疑了 股價就開始下跌 跌到後面怎麼樣 連公司的業績你都懷疑了 因為大家怎麼講 被騙怕了嘛 對不對 被夢想騙了太久以後 現在你拿出營收創新 剛才我都要懷疑你 我還是不相信 這是灌業績的 對不對 這個是不是 那個犧牲毛利率的這樣子 那台股現在是哪一個階段 目前已經開始懷疑公司的業績 所以漲不動嘛 可是我們最近 就是業績很好 但是也不會漲 對 財報很好 不會漲 營收很好 也不會漲 開始懷疑公司的業績 所以我們過來 台股怎麼樣會漲 就是要去找那些業績好的 也會漲了 就才會開始進入 下一個多頭的階段 那現在股民有四個階段 股民有四個階段 我們說剛開始 我們說在高檔的時候 就一直漲 漲到尾聲的時候怎麼樣 大家就覺得 好像半信半信 就我們就舉 那被動元件的例子 國際漲到八九百 漲到一千的時候 你會懷疑做多會賺錢 你覺得好像不太會賺錢 這是真的能玩嗎 漲這麼多能玩嗎 你會懷疑 明明已經 不相信他還會漲 明明已經是在 多頭的強勁的走勢的時候 但是投資人會懷疑 比如說看 這一段 對這一段 你懷疑他會賺錢 你覺得這是假的 這是假的 這是假的 什麼時候你開始相信真的 等他開始做頭 你開始相信 等他開始跌下來 你相信做多會賺錢 所以他開始在這個地方買國具 投資人都不會買到最高點 投資人都不會買到最高點 投資人在回檔的時候 開始相信會賺錢 為什麼 因為洗腦洗了半年之久 所以當投資人怎麼樣 開始相信做多會賺錢 那可能結束 因為大家都拼命去買了 對 因為那個 我們之前在萬點跟大家講 外資一直在賣 但是投資人怎麼樣 已經相信做多會賺錢了 這時候你叫他賣 他都不賣 等到跌下來的時候 跌到一半的時候 我們說10月10日 10月20日 股票一直跌一直跌 他懷疑這真的是跌真的嗎 他懷疑做空會賺錢 他不敢做空 不敢追空 對 不敢追空 他覺得這個空單應該是假的 應該都會反彈嘛 對不對 他還是想要做多嘛 他懷疑做空嘛 等到投資人開始怎麼樣 相信做空會賺錢 開始拼命空了 不做多了 對 就像最近開始 就像現在一樣 10月他不做空 他11月開始空單拼命增加 沒錯 最近空單是天天增加啦 對不對 我們剛剛之前講的 上市的空單要超過多少 60萬張 上跪的呢 15萬張 通通都超過了 通通都超過了 所以同志人現在不相信做多會賺錢 相信怎麼樣 做空會賺錢 所以開始怎麼樣 我們剛才說的 這個有機資坦 第一 有業績要先漲 第二呢 有空單的要加空 這都是一個出身段的條件 所以我剛才已經講了兩個選股條件 對不對 就是第一 要有業績的人去找 沒人跟你搶 都很便宜 人家相信 他們業績會慢慢變好 第二 有空單的 空單很多的 那有一次會 他不用基本變 他就光軋空 就可以軋出一段了 對 所以我們說 為什麼投資人都會這樣子呢 因為怎麼樣 我們說台股有一個關鍵的時間軸 阿科興好認真 今天這個投資心法教特別多 對 我們關鍵的 現在大家都心 心態特別脆弱 所以給大家一些關鍵的心法 我們說時間軸 現在是現在 對不對 對 投資人是這樣 活在過去 他拿過去的例子 對不對 在10500的時候 說過去半年賺錢 所以我要做多 光是過去很賺錢 所以我要做多 對 他都拿過去的業績 10月份做空好賺 所以我11月份就做空 他都拿過去的東西 沒錯 來做現在的行情 一定是輸 可是人性 沒辦法 對啊 沒辦法 因為過去的經驗 對不對 但是行情變化很快 對不對 所以比較一些專職的操盤手 他就不相信過去了 但是還得不到未來 怎麼辦 他只能相信現在 對 他就KT指標 你還要黃金交叉 我買進 KT指標 死亡交叉 你也用KT指標不是嗎 我們也用 但是我們會綜合運用 所以我們會看到一些籌碼 看到一些 大概可以了解到未來的變化 對 但是有些時候 他就不相信 他也不知道未來 他也不相信過去 現在該買就買 該買就賣 這樣子 頂多機箱還波差 但是像我們 跟老王 都是屬於 那個老手 老手 對 老手 我們大概怎麼樣 有找到幾個朋友的 永年副總是 永年副總是後面 後面 小咖的 我們都只能到這裡 這樣子 對 所以我們大概有幾個朋友 可以探聽一下消息 我可以大概知道 未來一週的狀況 對 然後加上我們了解 前面這兩種人的情況 所以我們就可以晉升 老手 大概可以知道 未來一週的一個情況 這樣子 所以 但是一般的大戶跟法人 因為他們可以整天去call公司 整天跟到一些大 那個公司 一些外旁敲 要徹底去招公司 老王為什麼叫老王 老王很年輕 為什麼叫老王 老王其實就是老手 對 這道理 市場很久了 對 他也認識一些人了 對 所以老王動不動就說 我的基金朋友 我的投信朋友 都坐對面 都坐在看節目 對對對 他朋友很多 但是可能沒有大戶法人多 大戶法人他們可能 一個LINE群組 全都是大戶 所以 他們可以看到 未來一個月後 下個月營收會創新高 他們都知道 他們會先知道 對啊 但是 他們還是被坑勺 為什麼 像這一波的國劇 他們都輸錢 因為 主力跟公司派 已經看到半年後的情況 國劇那些關鍵的人物 可是人不用多 你看到 大戶法人已經是人數最多了 他的LINE群可能 一百多個都很厲害 但是 輸這四個 為什麼 這四個都空金的 黃金的 而且這還有梗 對啊 你是小金人 對小金人 都是實力派的 都是最有錢的 就是說 那個 被動員建幾個公司 都是董事長在開會的 當然是MAC不一樣啊 對不對 所以 他們可以知道什麼 他們可以知道半年後 所以他們可能 六七月就已經知道 被動員建半年後可能有問題 那我們說 所以 主力跟公司派的動作 當然就最重要了 從剛才前面講的 大股東當然就是主力公司派 公司的庫廠股 也是主力公司派啊 所以我們要了解 因為最近一個新聞就是說 大股東的買股竟然創高 創新高 對啊 在這個散戶最信心薄弱的時候 法人也信心薄弱的時候 對啊 但更重要是什麼 更重要是公司的庫廠股 對啊 觀眾還是很想知道 你對大盤的看法 對啊 我們說那就看庫廠股 為什麼 大股東我一個人想買 沒有人可以阻擋你嘛 我就想買 我想要當董監事 我想要當 股份多一點董監事 我買來是要傳家的 我沒有要賺錢 當然OK啊 但是公司要買 公司不是說你想買庫廠股 就買庫廠股 公司要買庫廠股 大股東全部都要同意 全部同意 董事長總經理 所有的採購出那 全部都掉過來 我們現在這個時間點買 便不便宜啊 所以 寫出公司的報告 誰的最準 當然是公司內部寫最準嘛 當然 所以當然公司願意寫 願意大量的買進 你說一兩家公司 在高檔的時候實施庫廠股 那可能有很多特殊的原因 但是如果一堆公司 都在同時間的話 公司要買庫廠股 代表什麼 大家的價格怎麼樣 都在大特價 我們來看過去的例子 這個資料非常長 這個情況從 2014年 2015年的時候 希臘圍基 對不對 股要重收 低檔的時候 連續性的都有蠻多家的公司 實施庫廠股的加速 對 這單日 就有15間公司 趕快去申報 說我們要實施庫廠股 怕買不到 果然就是一個相對低檔 相對低點 單日有19家 單日有19家 那也算多了 蠻多家 而且過去連續幾天 都有蠻多家 怎麼樣 趕著實施庫廠股 所以阿哥你的大盤結論是 現在是相對低檔 剛才講的 對不對 春江水暖 好 鴨先知 剛才講的大戶跟公司派 一定是最準的啦 所以我們來透過庫廠股來選股 我們給大家一個方向 大盤講完之後我們來講選股 對 我們說SD 11月以來 這個關鍵低點 他才實施的 如果說10月份 9月份實施庫廠股的 大概都是有其他目的 或是說公司 所以一定要這個月實施 對 相對低一點 相對低一點 指數先跌了 對 第二 他實施後有用 那就是 我是主力跟公司 我實施庫廠股 會代表外圍的 我們剛才講的 第二個 可以知道一個月後的那些 大戶跟法人 也跟單的話 股價通常會漲啊 對不對 如果我實施庫廠股 只有我認同我自己公司 那我消息放出去 他們也不相信 對 那表示這個庫廠股 可能效率有限 所以通常他一實施後 股價都會漲 對 不會跌破月線了 他就往上漲了這樣子 通常都有效果 第二個條件是 要站上月線 對 股價要漲 重點是什麼 我們去買 跌破月線就趕快出掉嘛 起碼有個風險嘛 還是要設好停水 因為我們是做短線 並沒有要當董監事嘛 第三 買回的張數 股本要夠大啦 不然他買個五張十張 他也說庫廠股 那就沒什麼意義啦 買好玩的啦 所以要有心 要用力買的公司 把它找到列出來 第一 他站上月線 夠多的 都是短期有一個漲幅的 第二 他買進的這個比重 佔股本的比重 佔股本 大概都有3% 3%以上的 我們把它找出來 就大概就是這10檔 投資本趕快拿筆錢 記下來 但中間有些營收創新高的啦 有業績的啦 那當然特別好啦 那有些如果量比較少的 你就自己就衡量啦 沒錯 量比較少的風險 當然比較大啦 我們早兩檔有量的 也有價的 給大家看一下 當作一個例子 我們第一檔 2363的系統 從15塊 一路跌跌跌跌跌跌 跌到6塊啦 腰斬在打折 對不對 他最近有個消息 第三季的獲利 創七年新高 當然是過去的 但是股價已經不反映了 對不對 這些公司只有15塊10塊 代表說他過去的跡象 可能沒有很好 但是最近忽然變好了嘛 對不對 所以公司看看 準準的在這個低點 出現一個庫長股的動作 一庫長股以後 隔天開始就沒有月線以下可以買了 對 但是公司怎麼樣一直買 而且公司買的時候怎麼樣 那些大戶跟法人 也加入買的行列嘛 類似這樣 這樣子的股票 你去買 風險有限 風險有限 如果公司在未來真的有一些依據的話 那類似就很多 但是就像你講的破月線的話 當作 我們要先出 當初 因為我們是做短線 我們要成為董監事嘛 是 第二就是比較熱門的 南亞科 對不對 之前都是因為報價下跌 業績不好 一直跌啊 對不對 公司不會在這邊庫長股 公司也不在這邊庫長股 公司既然在這個地方 實施庫長股 代表說 第一他當然也會看大盤的環境 第二 看他近期的一個業績嘛 看他最近就是今天他受邀海外法說嘛 你去法說人家會講說 我們公司表現很差 不會嘛 而且通常你要好的話 人家才會邀請你啦 對啊 而且是未來有一些潛力的嘛 所以你看他最近又有法說 對 所以像南亞科也是公司派 開始偏多操作 投資人可以留意一下 全世界開始變化越來越大 要怎麼掌握這一波 這個變化的這個趨勢 對 2018真的是一個全面大變的一年 所以說你會看到很多人在投資上面 就變成無所適從了 為什麼會是這樣子呢 因為整個事態 整個環境 充滿了變動性 首先我們來看到 在2018年年底居然出現了一個 非常大的變化 就是油價 剛才大K所講的 各位可以看到 這一波油價可以講說是跌翻了 那我們來看到原油會不會繼續跌呢 先前我們其實從年初一直到 9月10月是一路看好油價上漲 也的確如從我們的預測對不對 這個油價就一路的往上走高 那我們最主要一個原因呢 就是看CME 那芝加哥商交所的 期貨的遠近月合約的價差 還記得我們在節目有跟天空朋友講過 所謂的backwardation跟containgo 就逆價差跟正價差 一般來講 如果說CME的遠月期貨的價格 大於近月的話 如果出現正價差的話 就是這個containgo 就代表油價是要跌的 如果是遠月的價位呢 它基本上小於近月的價位的話 低於近月價位 這個叫backwardation是逆價差 基本上代表油價是要漲 可是在9月10月之前 今年一路以來它是逆價差 可是到最近你可以看到 明顯的翻成是正價差了 代表什麼 代表油價可能還要再繼續下跌 也許它這邊會反彈 但彈完之後 有可能會再破低 所以說 才在一個月前 大家看每桶油價要到100 你還記得嗎 是 沙國還到200 甚至400 華爾街投行還預估要到100 結果從76 就一路跌到55 跌的大家是莫名其妙了 好 那油價下跌呢 最主要的典型受害的類股呢 就是石油相關的股票 所以看到亞洲也好 這個美國也好的能源股 都全面大跌 台速化 你看到這個台速化在10月的時候 它股價還創了 波段新高到151塊 居然這兩天跌到多少 跌到109 你看到台速化 是很多人的定存股 你看到台速化 幾乎是用崩跌的方式 在進行這一波段的下跌 這樣一波跌掉30% 它這個跌幅是大 大概也可以說 近幾年來少見的一個情況 可是呢 也有受惠的 譬如說華航 大家過去都不再注意這檔股票 覺得 絕對是大牛股 航空股有什麼好買的 韓國有什麼好投資的 但是華航你可以看到 貿易戰怎麼打 它最低在10月中旬的時候 跌到9塊 最近呢 悄悄它已經漲到10塊2毛了 對 那請問 航空股最大的成本是什麼 就油價 就是油價 就是油是它最大的成本 大概佔了它成本 大概40%到50% 所以 我會覺得華航還會漲的意思嗎 我覺得 以這樣子的態勢來看 包括你看 外資最近是大買華航 這樣子的態勢跟成交量 整個線型來看 我是覺得呢 它這個多頭 可能上升波段還沒走完 這個穆阿哥很少 這個講到各股 大家可以稍微做個留意 尤其是配合油價 現在目前的整個情況 所以 這就是變了對不對 是 很大的一個變化 之前大家看好台塑世保 現在 改變了 反而是看好用油相關的股票了 好 但是呢 明年可能有一個很大變化 大家注意 就是明年台灣的GDP 可能會再度被下修 沒錯 為什麼這樣講呢 因為其實呢 油價大跌對台灣的出口來講 是挫著等 挫跌蛋 大家可以看到 油價跟出口連動情況 高達相關系數75% 高度正相關 高度正相關 代表什麼 油價的漲跌呢 它會使得台灣的整個出口 出現相關的連動的 高達75%的連動性 那其中台灣有一個出口項目 是非常大宗的 叫做礦產品 在上一波油價大跌的時候 你看到台灣各類的出口 當然受到整個全世界景氣的影響 而出現的負增長 但是礦產品的負成長 達到40% 那你知道台灣的整個出口 40%其實是跟 能源相關出口有關的 因為呢 能源直接在台灣的 這個產值是一年是2兆 泛能源相關是達到7兆 所以這麼大的一個金額 對台灣來講 油價下跌是一個出口的重傷害 所以你會看到後面 財政部公佈出來的出口數字 不要太樂觀了 那這個是油價的變 對 這是油價的變 另外一個呢 我們過去講一顆蘋果救台灣 那現在是拖累台灣嗎 應該也拖累了全世界的科技股 在這個 你看到在週三美股 蘋果股價居然跌了將近3% 對 巴菲特這一波 蘋果大概是 開始他可能也要環漏了 對 我們待會討論 巴菲特的持股變化 年初的時候 年中的時候 大家是不是最快看好蘋果 對 股價創新高來到233 這一波的下跌蘋果已經跌入熊市了 跌了20%了 很多人不敢相信說蘋果 這麼重要的一檔股票 居然跌入熊市了 可是你會看到 事實上呢 以IDC 它就今年的整個 這個五大品牌的智慧型手機來看 全世界第一大的智慧型手機 我們講出貨量的最大的 還是三星 三星 今年是衰退 10% 蘋果不成長 只有6.7% 那另外真正在成長什麼 華為跟小米 一個40% 一個48%的增長 哇 是不是一個變 對不對 過去三星 全世界手機龍頭 蘋果全世界手機龍頭 現在把成長的一個動能 全部讓給中國大陸的手機廠 那蘋果股價這樣跌 所以蘋概股 為什麼整個台股 電子股 科技股 弱勢啊 最主要原因是在這邊 所以聽到這邊 我剛剛朋友一定要記得 現在呢 這個要放下成見 因為世界已經變了 沒錯 就是說你過去的觀念 你過去的操作態勢 可能都要做一些調整跟改變 另外呢 我們來看到 明年蘋果的情況怎麼樣呢 事實上你可以看到 有關蘋果的Focus 明年 2019年 其實蘋果是要往下掉的 然後呢 你可以看到 2019年的第1Q 第2Q 是掉的很重的 都是負成長 直到第3Q第4Q才會慢慢上來 而且即使第4Q 它的成長力到就1% 所以整個亞太地區的 蘋概股的供應鏈指數 是創新低的 所以我是覺得 你再去壓寶蘋概股 再去壓寶蘋果 但可能波段反彈有 它可能很難呈現一個回升的態勢 這個是一個變 但是問題是 你會發現 在這一波台股下跌升中 整個亞洲股子下跌升中 電動車概念股的股票 確實是逆勢上漲 為什麼 特斯拉這個波段居然漲了快四成 對 我們金錢報應該是所有 全世界的財經節目裡面 最早看好Tesla的 而且不斷的 莫爾科也跟我們追蹤過很多次 而且不斷的在討論這家公司 對 當然之前以為這個馬斯克瘋了 怎麼會在直播畫面上呼麻呢 還喝威士忌 不管這個馬斯克做什麼事情 我們就一路看好Tesla 果然也是一路漲 還拿武士刀 很多人在說這個傢伙是不是瘋了 結果他不是瘋了 他真的翻多了 你看到什麼 從來沒賺過錢的特斯拉 居然第三季財報出來 賺了2000多萬美金 而且他的出貨量 也達到了市場的 跟他所期許的目標 所以這又是一個很大的變異 這個特斯拉把空頭嘎爆了 但是這些變數 恐怕我們最關注的 這個金錢報觀眾朋友 最關注的還是股市的波動 是 我要跟大家講一個 可能大家心裡稍微要知道的 一個有點壓力 要心裡準備是不是 對 因為你看到這個VIX 恐慌指標 這個CBOE的VIX 你可以看到 今年的整個藍色線的走勢 跟2000年科技泡沫 當時CBOE的VIX 有沒有很像 還蠻像的 很像對不對 先是一路往下 然後開始現在這個波動很像 代表什麼 代表整個全世界大波動來了 他就把2000年跟2018 今年的土拔疊在一起 對 基本上非常像 就也告訴你說 2018會不會等於是2000年的前兆 這個波動一來 股票市場就會上下的 很大的顛破 你可以看到費城半導體指數 其實是一路破 那費城半導體指數跟納查克指數 這兩個指數 其實已經破了今年 2月那時候美國的低點 崩堤的低點 但是標普跟道瓊還沒有過 所以我們現在觀察 美國最弱勢的半導體跟科技股 它能不能守住啊 就10月的低點 如果守不住 哇那你想想看川普會不會很緊張 所以說呢我最後要做一個預測 最大的變局會是在11月底 我剛講的不夠大 這個最大 對 這個變得最大 今年一路以來 干擾股市最大的變局是什麼 貿易戰 就是貿易戰 好那貿易戰 我現在要做一個預測 我認為11月30號 G團體的時候 對G團體 美中兩國初步達成某種情況的 和解是有可能的 而且可能性非常高 我自己個人認為80%的可能性 為什麼呢 因為你會看到 我們剛剛講的這些變數 造成金融市場經濟的影響 川普不會不知道 習近平不會不知道 大家其實都知道 那明年川普要選總統 那習近平呢 也要想把中國大陸的政治經濟穩定了 那兩個人會不會各找台階要下呢 可能性非常高 不然的話 全世界兩大經濟體對撞 撞到最後是什麼 會使得這個變局變得更可怕 所以我覺得 11月30號某種情況 但我不是講說整個貿易戰就此 煙消雲戰 至少不會再惡化 對 至少2000億 明年升級到25% 這件事不會發生了 至少2600億再磕稅的 這事情不會發生 可能會變成是一個初步和解 然後呢 郊遊幕僚再去進行制度性的協商 而達成最終貿易戰和解的可能性 就是至少不要再加碼就對了 對 就是至少維持現在目前的情況 那這樣子呢 馬哥如果你的這個預測成真的話 那代表現在如果股市有拉回的話 對 反而是一個好的機會 所以呢 我個人是傾向 而且是高度傾向 全球股市包括台股 12月會迎來一波 比較明顯 而且向樣的反彈 其實這一波漲的也是積勒股 台灣叫積勒股 其實大陸有人說這叫垃圾股 就是價格比較低 甚至不太明不見見的股票 最近漲很兇 我們舉例 包括像這個恆利10業 15個交易日呢 漲了14根的停板 我們做到的時間點呢 就是大陸股是見到這一波低點 在10月19號的時候呢 他拉了14根漲停板 恆利10業是做什麼 只是做個汽車空調的公司 既然可以15天有14根漲停 另外像這個做玩具的 群星玩具呢 17個交易日 也拉出了10根漲停板 這是屬於這個深圳的部分 那上陣也一樣 上陣呢 像這張股票 紅葉股份呢 17天裡面有7根的漲停板 他做什麼 做什麼工藝品 也是個貿易商這樣的公司 竟然也可以拉出7根漲停 還包括像這個四北高新 我像大家都沒聽過 我也沒聽過 是一個這個園區的 綜合開發商 也17天拉了7根漲停板 而且呢 昨天中國大陸呢 有136檔股票漲停 低價股竟然有120檔 來到漲停板 所以漲的都是所謂的積樂股 或所謂低價股 另外呢 請教一下聰哥 這個新興市場教父 我莫比爾斯剛剛好也提到說 他認為新興市場 現在跌過頭買點浮現 我們剛前面有談到 MH現在明天要公布 儲董幫大家做一個 非常詳細的解讀 重點是 莫比爾斯也認為 因為我們知道新興市場 入股的權重是最大的 對 他提到呢 大陸有一些中小型股票 剛好所以就漲積樂股 中小型股票相當的誘人 股價非常低 而且他也提到東南亞 包括印度也好 還有以及這個 泰國跟馬來西亞跟印尼 都有機會 因為確實 MHCI新興市場 今年跌幅特別重 所以位階也比較低 所以你怎麼看 對 沒錯 事實上莫比爾斯 在接受CNBC的專訪的時候 他又講到說 事實上今年的這個 尤其是新興市場 覺得值得大家留意 那我們講莫比爾斯 大家過去的印象中就是 他是新興市場教父 他從最早在富蘭克林裡面的 坦伯頓基金裡面 工作了大概三四十年的時間 那我覺得其實 他講的話 我覺得值得大家留意 尤其是他對於 中國大陸東南亞 這些股市他非常了解 他會不會有老王賣瓜 自賣自誇 因為他是基金出身的 對 要叫大家 買基金 所以就看好 沒有 過去如果他這樣講的話 你可能覺得他是在賣自賣自誇 但是現在 因為他今年2月的時候 他已經退休了 所以他現在等於是說 他沒有實際上的職務 那為什麼我說他值得他留意 因為他跟一般的所謂 教父級的人物不太一樣 為什麼 哪裡不一樣 因為他是真的會去扣公司的人 那他其實 真的還假的 他真的會來扣公司 你怎麼知道他有扣過公司 2000年左右 那時候我在平面雜誌服務的時候 他曾經就有來台灣 來台灣就說他要扣一些 中南部的公司 但他當時也沒有管到 可以跟這些公司了解 那怎麼辦 你帶他去嗎 他來拜託我們平面雜誌說 那有沒有什麼公司 那只可以連接的上 或是推薦他一些 值得參考的公司名單 好 我們就推薦他 結果他就真的 他就帶著他的團隊 就南下到中南部去拜訪 他那時候我記得印象中 他一共call了五家公司左右 所以他是真的會到 他自己在退休前 他就說 他一年大概有兩百天 都在海外飛來飛去 因為他真的會去那些國家 去看那些國家的公司 而且會深入去發展 他甚至跟一般的投資教父不太一樣 他也會去吃那種路邊攤 他就說什麼 他說我們不只要看這家公司 要看這家公司旁邊的路邊攤 去考察民間的氣氛 所以他其實 我覺得他講的話 有某種程度來說 他是非常了解的 可信度會比較高 可信度會比較高 而且因為他長時間的工作地點 在香港 所以他從香港輻射出來的 他對中國大陸是真的非常了解 他前前後後去中國大陸非常多次 而且他來台灣拜訪也不只十次以上 好我們來看這張圖 這張圖剛才這個大K有講過 最近都是一些積勒變黃金 真的都是我們沒有聽過一些小型股 那這個中小型股在狂漲的時候 會不會就呼應了莫比爾斯講的 中小型股非常好 那當然中小型股我覺得是 帶起了整體的市場的投機氣氛 其實不只是這些中小型股 如果你去看這個 中國大陸他們有一個叫ST板塊的這個部分 那這個板塊的部分 就是有些是這種借殼 或是比較那種 比較特殊情況的 最近也是漲半天 所以會不會是說 中國大陸悶了這麼久之後 從這些所謂的低價股 或是中低位階的股票開始漲的時候 這就是一個底部的訊號 值得大家觀察 那這是中小型股 那我們來看大型股的表現 事實上最近如果你去看 這個中國大陸的股市來說的話 他最近的這個尤其是A股 或是深圳或是這個上陣 他其實都已經打出一個小短底出現 那我們來看 就是說他到底最近的 比較相對強勢的是哪些股票 我們這個舉的都是比較中大型的股票 譬如說航空股 航空股最近的話表現得也不錯 底部他都很早就出現了 那為什麼航空股會好呢 因為現在開始進入了中國大陸的 傳統的這個旅遊旺季 從這個到包括年底 還有包括說春節旺季都要來 所以航空股在這個時間的板塊 表現得還不錯 滑航這兩天也蠻強的 那加上油價又往下跌 最近台灣的交通類股都不錯 像你看高鐵都表現得不錯 所以這個其實兩岸的三地的話 是可以互相揮映的 另外一個就是中心通訊 中心通訊的話 之前當然不用講 他之前被這個瞬間休克 跌了一陣子之後 他現在短底也已經打出來 不知不覺又創波段新高了 他已經底部都已經打出來了 這個大家不容小覷 在前一陣子 大家很擔心的這個中國的名氣 尤其是地產股 地產股最近的話 你看這個碧桂也是相對比較弱 可是你看萬科 他整個底部都已經打出來了 一個訊號 其實是相對比較明顯的 那再講這個中國的大型股 你看保險類股 中國平安 平安保險你看 也是已經底部一個 一個底部都打出來 所以底越來越高 對 底越來越高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中國大陸的 包括說像重要的地產股 還有一些高科技股 這個當然不包括蘋概股 蘋概股最近中國大陸也是很弱 然後還有航空股 然後加上說部分的這個 這個金融股 尤其是以壽險類股為主的 他最近都表現得不錯 所以入股慢慢的 你看中小型股如果繼續強 對 那大型股又能夠撐 那整個指數就有機會往上漲 那當然大家很好奇就是說 那為什麼中國大陸最近能夠 漲成這個樣子 我覺得主要有幾個條件 第一個就是 中國大陸11月初的時候 有一個進口博覽會 那這個進口博覽會 加上後來習近平又釋出一連串的 包括說他建的基辛吉等等的 那人家覺得說 難道這個GT&G會議裡面來說的話 中國跟美國有可能達成協議嗎 對 這是一個考量 第二個是說 過去大家都很擔心的 國進民退的問題 是 那最近的話 除了習近平自己講話之外 現在他們中國官方要求 銀行業去挺民氣 他們有所謂的125的這個目標 就是說 兩年 他們五年之內 希望這個民氣 他們這個金融業 尤其是大型金融業 你要有三分之一貸款給民氣 就不能讓民氣鍛鍊 對那小的銀行要三分之二 那五年之內要達到50% 所以這個政策下來之後 你看 民氣當然就有了力量 所以你看為什麼 中小型股會漲那麼多 對 中小型股原本就是大家 對彈性會鍛鍊的 尤其是那些所謂的ST的股票 如果民氣願意支持的話 那當然 銀行願意支持這些民氣的話 那他們當然有可能會活過來 第三個當然是 進入了傳統的消費旺季 你看今年的雙11 這個阿里巴巴 天貓或是京東 都創了這個數字 所以我覺得 其實入股的ETF 我覺得值得大家觀察 為什麼 因為我們可以看到 入股已經慢慢打出個底部之後 他們會不會有機會率先的反彈 那這裡面的話 我覺得有一些位階 你看我們現在掛牌有非常多種 保護身上陣A50 或是這個所謂的 還有另外一個比較特別的是 台新的MSCI中國等等 這些目前 如果以這個 目前的中國大陸股市的發展來講的話 如果你要投機 中小型 當然是可能短線上 漲幅會比較大 所以你可以看到 包括說群力有發一些中小的 深中小 這都值得大家觀察 但是如果你要穩健的話 目前看起來的話 上陣跟這個深圳股市 是比香港要安穩的 所以香港的話 如果你用這樣來考慮的話 MSCI中國 它有非常多海外的 包括說像騰訊 包括阿里巴巴 這個都在裡面 在海外掛牌的 對 它會相對比較弱 因為在海外的股票 最近才跟了美股往下滑 所以如果你要 如果你要找這些的話 我覺得是以上陣A50 或者說這個深圳的保護生 我覺得這兩個ETF 可能現階段 會相對是比較好的一個投資標的 你這個名牌我相信也很多 因為你常在講LINE群組 我相信你的LINE群組 也很多 對 你的名牌也是來來往往 到底該怎麼處理 我們聽名牌 通常會聽到兩種 通常會聽到兩種 哪兩種 一種就是說一般投資人 他不懂 但是他可能賺到錢 以為他懂 就亂報名牌這樣子 就他買了賺錢 然後就報給親戚朋友 對 類似這樣 對 因為報對了 欸 結果他會覺得說我很厲害 我看你 我跟你講中環要買 有漲停來看 你們有沒有買 他就會很高興 他有一個榮耀感 對 這種通常就是實準 實不準 但這種不會害到你 大家可以問你 如果你走過去 有一間麵店的老闆跟你講 他正在煮麵 他跟你講 我跟你講 宏達店可以買 你會相信嗎 當然不會相信 當然不會相信 但是我們今天聚會 宏達店總經理坐在旁邊 是 宏達店總經理 報名牌給你 你會不會相信 你就可能會相信囉 對不對 這種名牌才反而比較危險 哦 這種反而比較危險 為什麼 因為他懂公司 但是他不懂股票啊 嗯 懂公司的人 不一定是懂股票 我們公司可能很好 但是他不了解 中美貿易大戰 未來會不好嘛 對不對 下個月接不到訂單 但他不好意思跟你講了嘛 他沒有怎麼樣 帶進帶出嘛 對不對 他是講說 我們現在可能會很好 所以說我報名牌都有個心態 我報對了 我就有容量感 我就覺得好像我做了一件善事 但我們 像我們以前也報過 我們還沒有很厲害的時候 我們想說 報名牌給人家 就報過一檔 很有名 我們認真研究啊 我們必須要害人 那檔叫3236的謙儒 謙儒 我要講說千金如意啊 賣相財富 對不對 我看結果財富 講完一直跌 一直跌 所以你那時候報給人家 在這個地方 沒有 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是在四五年前報了 很久了 但是一樣 報完卻一直跌 你看看不懂 千金如意這名字這麼好 我怎麼會跌呢 財報也很好啊 對不對 因為我們功力不夠嘛 對不對 所以 有些人就是這樣子 我們希望 得到一個榮耀感 如果他漲的話 我們會很高興 很奇怪 你自己賺錢 不會很高興 幫別人賺錢 報別人賺錢 好高興 因為別人會有那個很 會有崇拜的眼神 崇拜人 哇你好準喔 大K你怎麼那麼準 所以很多人都想要成為 這個很準的人 事實上 賺錢的人都是有賺有賠 等到我們 開始 股票比較準的時候 報給人家股票 還是沒有辦法幫助人家賺到錢 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因為他賺一點怎麼樣 他就賣掉了 譬如說好 我們報給千金如 不準怎麼樣 我們60塊買 我們不準 50塊可能就賣掉了 你說50塊賣掉 他說不賣 本來是你報的 這是最麻煩的 對啊 他說沒關係我等反彈 就不反彈 40塊 說沒關係我等50塊 30塊 就是你想要代禁又代出 但是你代禁 但他就是不出 他不出嘛 對不對 或是說我們20塊叫他買 我們說你上看50 我說50塊不要賣 結果他21塊就賣了 然後35塊說 可不可以買回來 他說好35塊 大膽買回來 因為他會到60塊 這常常發生 很多人這個 買在7張點 對 就也賣在7張點 對賣在7張點 然後找上去之後再問你說 可不可以買回來 就是說一個20塊到60塊的 漲倍股 那像木華哥這樣子 經驗非常老道 他才可以報一倍以上 一般都做不到 因為我長期研究發現 投資人賺錢會很難過 所以20塊 漲兩塊受不了賣掉 賺錢抱不住 但賠錢拼命抱 對拼命抱 所以20塊股票賺兩塊 他就想賣 60塊的股票賺 賠30塊 他還不想賣 這就是很詭異的東西 所以我要跟大家講 我們的一個投資心態 所有人在開戶的時候都忘記 簽了一份什麼書 叫做風險預告同意書 這大家都要簽 對啊 你簽了 沒有人看完這排字 對不對 肯定沒有 反正我只要簽完 我就可以下單了 對不對 如果你看完就知道 其實事實上 我一直以為 以前我以為18歲就可以開戶 事實上不是 喔 20歲才能開戶 真的啊我也不知道 什麼叫做20歲才能開戶 願意開始成為一個負責任的大人 不是成年而已啊 要大人嘛 所以20歲以後 你做任何事情怎麼樣 要為自己負責 對 要為自己負責嘛 所以我們這樣講 投票 我如果走到夜市 那雞排好香 我把它吃了 然後我變胖 我不能怪老闆啊 當然啊 我要怪我的嘴巴啊 對不對 看我嘴巴受不了啊 對不對 你看到股票好會漲 你受不了 你要怪你的右手啊 是你右手 為什麼要去買 那像買進鑒的嘛 對不對 不然我們跟電視前面的各位 各位朋友 馬上把手機拿出來 按下買進鍵 買進2915的潤態權 你會買嗎 不會啦 對不對 我必須講一堆故事 哇公司多好多好 公司往看這邊的低步 哇獲利多少 我要催眠你 你才會受嘛 對不對 是 我要用貪婪來吸引你嘛 所以到最後你是被我們害嗎 不是 是你受不了你的貪念嘛 你受不了你的口譽嘛 所以投資朋友 只要無論怎麼樣 你要開始為自己的交易負責 無論你聽什麼 你把他為自己的交易負責 你這樣講很武斷 你接下來的 未來你要推薦股票 你要怎麼推啊 我們說無論我們怎麼推 你都要 其實我跟你講 你買了 輸的算我的 其實很多老師都這樣講嘛 對不對 歷史以來有哪個老師 都真的算他的嗎 沒有啦 對不對 你也知道不會算我的嘛 對不對 如果外面的人輸了兩億 我頂多破產而已啊 對不對 所以你要知道 不會有人為你的交易負責 只有簽名的這個人 能夠為你自己負責 就是自己負責 當你開始為自己負責 就是我們每天這個 不管是我們介紹或推薦 或討論的各國 其實我們是認為最優化的選擇 讓觀眾朋友你去做選擇 最後呢 決定權還是在你自己手裡 對我們提供的交易邏輯 你覺得符合你自己的條件 你就買嘛 但是我們跟他講 你到底要怎麼樣買出 賺錢的股票 所以我們看到 後製朋友到最後 一直踢名牌也虧錢 自己做功課也虧錢 他整個講是這樣 也有賺錢的啦 對啊 但長期下來 虧錢都很多嘛 像最近大家又開始沒信心了 對不對 總是覺得怎麼樣 古海無垠 是不是要回頭是岸 虧錢的時候就沒信心了 所以咧 所以事實上我要跟大家講 事實上不是你沒信心啦 我問你喔 這是大海對不對 是 大開你會游泳 我漢鴨子 不好意思 漢鴨子喔 對 就算你會游泳 你會想要說 我說我教你游泳 但是你會跟人家 你要游過去嗎 很不可能啊 這大海也怎麼游得過去啊 對不對 但事實上每個人定的目標怎麼樣 都要游過這個汪洋的大海 你說在古海裡面 大家都是 想要游過大海 不想要游過游泳池喔 所以大海假設我們要教你游泳 怎麼樣 我們要先找一個怎麼樣 游泳池嘛 對不對 比較安全 比較安全嘛 你說你怕喝水 OK啊 我給你護目鏡 對不對 給你一個什麼 浮板 你是不是比較不害怕的 對 我說這個游泳池多高 120而已 你是不是比較不害怕的 對 所以每一個人 剛進市場都跟我講 不要太貪心 我真的會貪心 穩定就好嘛 因為純銀行多少 才2%嘛 1%而已嘛 對不對 他說股市給你5%好不好 他說好啊 結果每個人進來都不是要5% 要50% 要50% 要500%嘛 對不對 因為看每個人都很厲害嘛 所以如果投資朋友們說 我真的交易不順遂 那跟你講 從頭開始 從頭開始 你要先做一個商品 做到賺錢 就是說 你要先會游這個50公尺的游泳池 先把這個基本功練好 再去挑戰大海 對 你帶著浮板游了過去 你再來去游比較深的游泳池嘛 游180的 游3公尺的嘛 那怎麼練基本功 所以我們來講 最安全的商品是什麼 0050 是 你套牢打死不要賣 長期還是會賺錢 我就說這樣 因為什麼 台灣的GDP每年都是2% 2% 至少是正成長嘛 基本上是正成長嘛 對不對 所以放到中華民國會倒嗎 不會倒嘛 中華民國不會倒 他就不會倒 對不對 他是全台灣50間最大的公司嘛 所以零泳池是一個 室內溫水游泳池 室內溫水游泳池嘛 是很簡單 對不對 而且你看 你說我拿來練功夫 非常安全 你看20MA突破買進 跌破賣出 突破買進 跌破賣出 哇 看錯了 會輸很多嗎 你100萬買個一張0050才7萬 會壓力很大嗎 不會啊 但很多人都是100萬 買到250萬的什麼 宏達電嘛 對不對 所以你用他來練均線 哇好簡單 輸也輸不多 你用他來練KD 哇 KD低檔買進 好簡單喔 就賺錢了 KD低檔買進 閉著眼睛買 都賺錢了 對 他就是我們的什麼 室內溫水游泳池 那很多人 這個地方還沒有游過去 他可能才游5公尺而已 唉唷 我可以游大海了 那你太快了啦 對不對 所以還沒有信心的人 要從這邊開始 對 就從頭來 或者說你剛進股市 你覺得真的很難 沒有 你就用0050來練習 看你用基本面 或是低階 隨便你玩 因為他不會出事啦 因為 還沒有看過0050崩盤過嘛 對不對 好像通常跌有限 但是很多人怎麼樣 他說不貪心 結果呢 他都在玩命 對 都在衝浪 上個月才剛開戶 這個月就玩命了 這麼快啊 對不對 連融資戶一起開 連融資戶一起開 連期貨戶選擇全戶 全贈戶全部一起開了 那個風險同意書 事實上就是虧錢同意書 甚至連傅委託都一起開了 對啦 國內國外 有些人跟我講說 阿哥你不要玩國外原油啊 阿哥你有沒有去玩 那個道瓊起貨 說台灣都賺不到錢了 你跑去玩國外的 國外的量更大 因為國外沒有掌跌幅限制 沒錯 所以很多人怎麼樣 游泳池 你用衝浪是不是在暗示 某個來賓啊 老王常常用這個衝浪 老王是高手啊 對不對 所以 但是很多老王一直叫人家衝浪 那我們說如果你 你跟不上老王 你去室內溫水游泳池 老王當然懂室內溫水游泳池的嘛 那很簡單 所以你看像國具 就是這一波最難的一個大浪 哇 你看起來好簡單喔 突破 哇買進賺翻了 對不對 但是你看這邊突破 一個跌破可能就輸100塊啊 輸10萬啊 對不對 你看看 KD黃金交叉買虧錢 KD黃金交叉買虧錢 KD黃金 問題是你虧錢怎麼樣 你不停損啊 你不停損 所以就很嚴重啊 對不對 所以我們說 最後跟同志朋友講一個關鍵 賺錢關鍵其實很簡單 我們投資市場上賺錢非常簡單 為什麼 你只要拿你自己的魚網 撈自己的魚就好了 找到自己適合的武器啊 對 簡單講就是這樣 你不要什麼行情都會賺嘛 有些人一輩子 就不會賺國具的錢嘛 你叫華倫巴菲特來台灣參加投資競賽 我大概排2萬多名 沒錯 一定輸的啊 投資平常 你一定可以幹掉華倫巴菲特 如果在台北股市的話 當充你一定可以幹掉他 是 短線你一定可以幹掉他 但長線你贏不了他 長線贏不了他而已嘛 為什麼他擅長的 他只會一招嘛 對不對他只會買可口可樂嘛 對不對 買可口可樂你輸他 30年 你是買蠻牛嘛 對 我是買蠻牛嘛 所以我們要找到自己的魚網 像老王做短線 老王做短線 短線就很快 就是用小網 看到小魚就撈起來了嘛 但是你可以拿這個小網去撈黑鮪魚嗎 不可能嘛 你叫老王做個三倍的 他做不到 他賺30% 他已經手會發抖了嘛 對不對 他大概3%就跑了 3%就跑了嘛 他每次說一看有漲3% 我說3%就是你的 因為他拿小網啦 所以你要賺3%拿小網 那如果說我要賺10%到20% 又拿中網 你拿中網的人 就不能說我要撈小魚 因為小魚會從這個網子 怎麼樣 會溜走嘛 那如果說我要賺個 10倍 5倍 那你就要拿什麼 流刺網嘛 對不對 一口氣可以撈到最多魚嘛 所以 我們今天提供兩個網子給大家 你只要專心用這個網 用個三年 我說網子你拿到就會撈魚嗎 不一定哦 你要練習一下 你還是練嘛 對不對 你以前什麼網都拿到 那你可能不熟悉 專心拿一個網 譬如說 我們如果做短線 我們說我們這邊的短線 大概是幾個禮拜 算很短的哦 你用日K 用日KD 然後呢 均線用10MA跟20MA 突破你就買進 跌破你就賣出 突破你買進 跌破你就賣出 會輸很多 不會輸很多 有賺有賠 都會有 不小心 賺一次 最近就賺很多啦 對不對 KD一樣 黃金交叉 這次也賺很多啦 就是阿哥你的秘密武器 你通常都是賺波段 短線上的話 你有時候就網友會笑 有時候被扒來扒去 但沒辦法 可是大破亂的時候 你一定會抓到 對啊 我們說游泳高手 會不會喝到水 會啊 我說大K 我介紹你菲爾普斯 就是全世界奧運 最會游的 那你跟菲爾普斯講說 我可不可以不要嗆到水 他一腳就把你踹出門口 是 他自己都會嗆到水 他都會喝到水了嘛 對不對 你說你要煮菜 跑去找阿基斯 他說我不要燙到 阿基斯又把你踹出去了嘛 所以我們還是會虧錢 不要覺得我們好像是神人一樣 我們是小虧怎麼樣 大賺嘛 那投資朋友有些人說 我上班時間 沒有時間做這麼短 那我跟你講 拿大的網子嘛 大的網子怎麼樣 用周K 跟周KD 就變成他一個禮拜看一次盤就好了 對像木馬哥剛剛講的嘛 是不是13的MA 周K的13MA 就是什麼 就是我們的生命線嘛 就是季線 所以你看 如果你用季線 看剛剛一樣的Rate 你就不會想要賣了 因為剛剛才突破而已 周KD也剛剛高檔 繼續網際交叉 這個地方要跌破13週 哇 可能很久了啦 對不對 所以投資朋友 找到自己的漁網 你不要羨慕別人的漁網 你也不要羨慕華人巴佩特 你也不要羨慕老王賺那麼短 專心自己的漁網 你就會賺到比較多錢 好 這個名牌這麼多 其實聽完大家講 加記的兩個重點 第一個呢 要有停損的概念 第二個呢 就是你要找到自己的武器 來搭配做使用 是最好的 不過接下來請教一下 木華哥 因為這個選舉 剩下五個 下個禮拜剩五個交易日 到底要怎麼開始來打這個牌 因為現在呢 如果名牌滿天飛的話 未來呢 我相信不管是護盤牌 政策牌 關股牌或看電視看雜誌 LINE牌一大堆 那如果你看這個比較 更細的話 有人認為技術分析 不管剛剛提到KD MACD也好 或是說有人認為這個底部跌升 會反彈的股票也可以追 還是高值率的部分 也是一個牌 甚至呢有人認為最近開始有點軋空牌 到底怎麼做選擇 你幫我們來看一下 不過呢這還是要提醒大家一次 下個禮拜剩五個交易日 其實呢之前這個媒體有整理 歷史的縣市長選舉呢 前五天的交易日的上漲機率是百分之一百 簡單來講會不會是下個禮拜的週限 就是要收紅嗎 因為前五天都是漲 當然後五天跟後十日有漲有跌 不管但至少下個禮拜 週限可能收紅 所以接下來呢 這個牌啊你要怎麼打 好 這個牌要怎麼打的話 就要看大家要押跑哪一個陣營 但是我們沒有政治立場 當然 我們這個純粹就是說 給大家一些 等於想說參考點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如果說你要押跑綠營的話 那一定是押 你先幫他準備藍營跟綠營概念股 對對對 相對的 準備三檔 這個所謂的藍綠概念股 當然這個不能絕對一刀切成兩半 我們只是說 根據現在目前市場上面大家的偏好度 以及呢就是說 相關的這個金田的氛圍啊 來看一下 可能綠營就跟政策有關 對綠營政策有關 那你都知道 蔡英文總統他的政策是什麼 離岸風電嘛 是 然後包括什麼高膠機國照啦 這些都是他的一個政策 所以說呢 可以特別去注意上緯投控 上緯投控各位可以看到 其實他已經反彈一大波了 54塊 彈上來 他其實已經彈到將近快80塊 對 不過呢 下個禮拜上緯投控到底會不會漲 你可以看到他現在目前日KD是交叉向下 哦 所以稍微要注意一下 因為他已經彈了一大波了 穆浩哥有講清楚 大家要聽清楚 不是叫你馬上去買哦 對對對 你還要配合 穆浩哥報名牌 但是呢 你要配合這個KD指標一起使用 基本上這也不算是報名牌 這大家全市場都知道了 參考 因為觀眾會說 穆浩哥報了上緯投控 他們會簡化成這樣 OK 好 那另外當然就是世紀鋼 這個也是今年紅的不得了 到100塊錢 那當然最近就拉回之後再往上走 然後又走到將近90 現在目前呢是處在一個KD 差不多是一個橫向整理的一個狀況 所以看起來好像這兩檔股票 世紀鋼相對在技術面上面稍微搶一點 因為感覺起來 他並沒有像上緯投控這麼明顯的 KD交叉向下的情況 所以這個基本上我個人認為 他算是利雲的這個概念 不是這個政策牌 對 好 那這個是政策牌 另外呢 藍營概念可以注意什麼呢 可以注意永鋒金 永鋒金 其實永鋒金EPS也不太差 他過去這麼多年來 大概每一年EPS 0.8到1塊錢 算蠻穩定的 算蠻穩定 尤其是2020年 他董監改選 沒錯 所以呢 這個國內有一個大的金主啊 現在在吃他的貨啊 就保家 所以說呢 開始啊 永鋒金的大股東 永鋒魚啊 也都在回補他們自家的股票 所以我覺得 如果你要壓寶藍營的話 那你可以參考一下永鋒金 這基本面也還OK啦 除了跟選舉牌有關之外 本益比也不高嘛 還有啊 對 那但是明年有一個重點 你看到這一次九合一 這個關股航庫也好 四大基金有沒有 很努力的在互盤 對 因為今天你知道 最後盤又拉尾盤了 這個互盤跡象很明顯嘛 所以說 明年總統大選要不要互呢 肯定要投更多子彈 對不對 要不然國安基金為什麼不出手 國安基金可能是要等到 留子彈在 對不對 留在子彈 這個總統大選的時候 所以我覺得 總統大選的時候 倒可以去注意長線的政策牌 包括漢翔 漢翔今年前三季的EPS 已經跟去年差不多了 去年是1.8元 那他前三季已經到1.7元了 再加上漢翔 有這個高教肌的體材 再加上他其實 現在目前介入整個航空業 做的還蠻不錯的 所以我覺得漢翔股價 經過這麼大一個波段修正之後 他的體材性 包括他的這個本益比 開始慢慢浮現他的投資價值 所以我覺得明年總統大選的時候 你倒可以注意這個所謂的 這種政策體材股 對 一樣這個前提就是 你相信總統大選有行情的話 你就可以參考這兩檔股票 或是說你再觀察一下 明年到底有沒有總統大選行情 你再觀察一下 這些股票他明年的動態如何 都不要先急著進去買 我們這個長線可以來做觀察的 好 那我覺得呢 現在還有另外一個體材是什麼呢 我覺得貿易戰的體材轉單的效應 台商在台灣接單 這個從大陸轉單效應 可以注意建核心 是 因為建核心他的營收 已經連續兩季創新高了 而且他的營收增長的情況蠻明顯 各位可以看到 他的營收10月份 比去年同月增22% 9月增了10% 所以很明顯的營收在增加 更重要的是你看到他的EPS 他前三季已經有2.23元 他去年3.2元 股價飆到多少 股價飆到70幾塊 是 但現在目前股價回下來 你可以看到他已經回到 這個40塊邊緣 然後我們來看到 建核心的走勢股 你可以看到建核心 他其實長線看到他去年不只75塊 85塊 85塊他跌到今年最低的時候 10月的時候跌到了36塊 那現在目前的股價在40塊附近 我覺得以他的本益比來講 今年賺3塊多的本益比 十多倍 這本益比還相對是蠻合理的 所以你覺得他有貿易戰的牌 然後又有股價修正之後的加持 他每一年的配息 大概也都配到 配息率大概六成左右 所以說 基本上也算是一個 還不錯的殖利率概念股 所以再加上有轉單效應 再加上有貿易戰體材 再加上他的營收 是連續兩季創新高 我覺得是有基本面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另外一個就是明年三大產線 包括他的健身器材 然後手動工具機 這些明年要全面開出產能的立山 但立山有個缺點是什麼 他的EPS稍低 相較 前三季只有0.85 去年也是1.49 1.5左右 但他股價相對高一點 我們來看到 但是他現在看到他的營收 也是大幅在增加 你看到他10月營收 這個增幅是36% 很明顯也有轉單效應進來 而且有新的產線開出來的題材 是 那相對而言 他的股價其實是沒有回檔 對 你可以看到立山 他去年的高價是75塊 現在目前的股價還在60塊 等於說你可以看到他的整個 哇這細心比大盤還強勢 9月10月來 這貿易戰跟他每股崩跌 跟他一點關係都沒有 你看到他其實是一個維持 強勢高角度整理的形態 那這個當然大家可以稍微參考一點 就是說是不是有他 因為他公司也舉行法作會嘛 公司的董事長也看了公司 未來前景非常好 所以我就覺得公司派 做多上面 心態是不予一力啦 那今天單日的股價差一點衝上漲 你買不留了一個非常長的上影線 是 單線追高要注意風險